我開心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經歷 其實我在1994年7月那段時間 發現有癌病 那天早上 就是我照了小朋友上學之後 就乘地鐵 然後就上班 在上班的途中就肚痛 然後就去看醫生 看副科醫生 醫生就發現我的卵巢 有一個十個Cm這麼大的瘤 因為這個醫生都很專業 他在醫院做一些癌症病人 腫瘤科的醫生 所以當他看到那個鏡面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反應給我 就是你的瘤不像是一個普通的瘤 就是你要預備 它可能是一個壞的細胞 當時我很擔心 整個人都很失落 醫生就說 要盡快幫我去做手術 就是割除這個瘤 當醫生幫我預約的時候 隔了一兩天的時候 突然間又肚痛 就入了威爾斯 醫生就經過幾天的時間 幫我驗血 就是抽種植驗 隔了一個星期左右 醫生就開會決定 要盡快幫我做手術 那時候心很亂 又很害怕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呢 如果在我一刻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就亂到都不知道 有什麼可以依靠我 我記得我入到醫院 醫生說要我和我做手術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傳統家庭 我媽媽都是拜偶像的 我會覺得拜偶像 會拜觀音 黃大仙 甚至我拜天道五教 其實我是想找到這一份的平安 但是原來當我病的時候 那一刻我亂到都不知道 怎樣去尋求 我又會自己在想 我前世做了什麼事 今世會有這些病 是犯了罪 還是什麼原因 我自己在尋求的時候 我就說我要吃齋 我要屬自己的罪 我會覺得有輪迴這件事 但是我又好像放不下 但是心裡又覺得很重 那這一刻 其實很多家人 朋友都很關心我 他就來到醫院去探我 我甚至有個中华同學 他真的很老 他來探我 很關心我 他突然間就拿了一個 即是觀音的玉 他就跟我說 我姐姐放在神圍 擺了十幾二十年 這個玉保你平安 她姐姐就拿了一個 錄音帶 一些佛經的書給我 她說 你覺得不平安的時候 你就聽一下佛經 其實我那一刻都很亂 但是我記得我做手術 那天的下午 因為我姐姐是中華基督教會的課 但是那裡有個師母 她是在威爾斯做護士的 我記得那一刻 她下午來探我 在我床邊為我祈禱 當我要做手術的時候 那一晚 其實我覺得很亂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有沒有神 有沒有真的有神可以幫到我 那一刻我 當時你還說你聽佛經的感覺是怎樣 我當時 我晚上十二點鐘 那我就聽著佛經 但是呢 我聽了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很亂 但是也感受不到這份的平安 那心裡面又好像很亂 很害怕那樣 那我就 我就把耳筒拿走 然後突然間 我就想起呢 就是腦裡面有一個疑念 就是師母在我床上 床側邊為我祈禱的時候 就是她早點的時候 曾經去你床邊為你祈禱 是嗎 是的 下午那段時間 那我就突然間 我開始感受到 她好像一個天使 那樣在我床邊為我祈禱 那時候她給了一個電話我 那時候我記得是晚上十二點鐘 那我就拿著電話 就走了出去 打電話給師母 那我就問師母 這個世界是否神 我說 真正的神 可不可以幫到我 那其實師母呢 她跟我說 是呀 這個世界有神的 那那一刻呢 我記得我就是第一次 就在電話裡面住 是的 以前我都曾經聽過耶穌 但是 不清楚 但是在那一刻 去尋求的時候 有這種感覺 有個感動 去打電話給師母 那一刻祈禱 祈禱好之後 很奇怪那種感覺 很平安那種感覺 覺得個人很輕散 很平安 但是很奇妙地 一晚可以睡到大天亮 因為我是睡不到覺的 那一晚 就是之前是睡不到覺的 是的 奇妄好之後就一晚睡到大天亮 之前有多久睡不到覺啊 害怕 就是因為聽到消息之後 是的 有幾多晚 有幾多晚是這樣的情況 大約 有兩三晚都是睡不到的 OK 就是你剛剛收到的消息 是不是 是的 總之有很多事情想到 因為會想到我女兒 小時候 嗯嗯 就是死了就沒有人可以 就是照顧他 就是很多事情想到 很多負面的事情想到 但是在那一刻祈禱完肚之後 很平安的可以教訓到大天亮 當時你祈禱就是 你就會願意接受耶穌做救主 是嗎 是 是 是 到第二天早上 那種感覺很喜樂 還有好像 有一些重淡可以拿走了 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心的重淡好像沒有了 是的 那時候我會覺得 我拜觀音的時候 因為我脫離不了那個輪迴 我覺得自己 前世不知道做錯什麼事的時候 有一種很重的罪 罪惡感在那裡 但是呢 當我祈禱討願意接受耶穌的時候 那種感覺呢 很輕散 好像交托了一些東西 很平安的那種感覺 祈禱討之後呢 有一種呢 很平安的那種感覺 一覺睡到大天亮 那一刻呢 起床的時候呢 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喜樂 就是 在心裏面有一種 很輕散的那種感覺 還有那種 很平安內心 就是 湧出來那種平安呢 就是我不懂得怎麼形容 就是它 不是因為你的思想的 是不是因為你的思想 還是好像外來的一種力量 一種平安在你裏面 有一種平安的力量 那種感覺呢 是 就是 沒有了那種恐懼 應該是說 那我就覺得 這個神很討厭 是的 那我就 就祈禱 跟神說 我說 神啊我以前不認識你 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讓我能夠可以認識你 因為呢 那時候我女兒只有四歲 那 其實做媽媽都很希望 可以看著她大 那那時候我就祈禱 跟神說 我說 神啊你給我機會 我認識你 我很想照大個女兒 神你可不可以 讓我可以看著女兒大 那 都很感恩 這段時間 我就是 醫生說 做完手術之後 要我做化療 就做了六次的化療 就兩個星期打一次 那 其實當中 都有很多事情 要克服的 就是 比如 化療那種 副作用 那些頭頭會脫 會吐 那其實 但是 就是 我每天都會祈禱 以及 看聖經 那其實我覺得 有一種力量 在幫著我 就是當我覺得 很灰心的時候 有壓力的時候 當我看聖經的時候 神就很多安慰的說話 就是跟我說 譬如說 要喜樂 憂傷的靈時骨枯乾 就是要常常喜樂 要將我的憂慮重招交給她 其實是 可以說 在心靈裏 好像有一份力量 是支持我 那種感覺 是很想去追頭 去認識神 是的 到我大概一年左右 那 醫生就發現 我肚子做手術的位置 又關了一個瘤 有四個厘米 那麼大 那時候醫生 即是復發 復發了 一年後之後 那醫生就要 和我盡快做手術 因為那個瘤 就近住膀胱位 剛剛在膀胱上高 但是在表皮上高 那醫生就安排我盡快做手術 那做完手術之後呢 那醫生就要我做電療和化療 就是 就是 怕我再犯法 那就要做化療和做電療 電到肚 那時候我都 就是有些失望 很不開心 那我又祈禱 那我就問神 就是 我可不可以不打化療 就是我不想打 那我祈禱 一直去祈禱去依靠神 但是有一天早上 就很奇妙 我打開報紙 就看到一段的廣告 是關於靈知的廣告 那他就會當中說到 就是人 為何會有癌症 那 就是如何增強身體的免疫能力 那我就 很有趣 剪了那張報紙 就寄了 他就寄了一本書 其實是靈知廣告 但是當中說到 為何人會有癌症 那我當中看到 就是 突然看到 就是神的創造很奇妙 就是身體裏面 其實是有免疫功能的 那身體裏面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 壞細胞 就是有好的細胞 也有壞的細胞 是隨著生存代謝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 那但是為何人會有癌 就是有瘤呢 為什麼會有癌病呢 就是當我們身體裏面的 T細胞和吞細細胞 他失調的時候 他識別不到這個 就是壞死的細胞 吞食它的時候 那麼 他隱形了 他巡邏的時候 看不到 那麼他就 就以致到瘤就會 一邊二邊四 形成一個瘤 那時候 那一刻 我心裡 就覺得 神和我說話 其實 神的創造 是其無可為 就是有免疫功能 那我又覺得 如果我做電療 要做化療的時候 我會不會 當然 神都會藉著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能藉著醫生去醫 讓我們去經歷 但是那一刻 我的感覺就是 我不想做電療 不想做化療 就是 我寧願是 我不想破壞這個免疫功能 我寧願是看中醫 去調理 去嘗試 去醫 我自己 但是那種感覺是很平安的 到那天 我去覆診 我和我先生一起 見醫生 醫生就坐在我對面 我先生就坐在我旁邊 我和我先生說 我不做電療 不做化療 我先生就很害怕 聽我這樣說 他就很擔心 但是呢 我心裡 有一種很平安的感覺 是不害怕的 我跟醫生說 我當時 其實我打了一針 要打六次 我打了一次 但是我 就覺得我不想打 我就跟醫生說 我說 醫生我不做電療 不做化療 我說 我寧願看中醫 我說 我信耶穌的神醫治我 但是說完出來 都不會覺得 沒有平安 但是那種感覺是 就是 說得很輕散的 就是不會有憂慮 但是跟醫生說完之後 就停止了電療和化療 那 到現在 其實 在看醫生 就是歸醫師 就是跟進我的病歷 跟進了十年之後 就發覺 我的癌指數正常 就是我的免疫功能正常 很感謝神 在這一刻 我很想 告訴大家 神是很真實的 就是當我們去尋找到 它的時候 並且依靠它的時候 那份的平安 跟我們去求王大仙 求觀音 是不可以比 就是比美得到 就是那份平安 和那種喜樂 是當我去祈禱的時候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安慰 就是神的平安 是感到很喜樂 其實我覺得 你都可以經歷 很感恩 今年 已經由我病到現在 已經有十七年了 神都應允了我的討告 我女兒今年二十一歲 很感恩 神都給我 又健康的身體 又喜來又平安 我覺得 你都可以去經歷 只要你願意去尋求 因為神說 你願意去尋求的時候 尋找就尋見了 祝福你 都可以認識我們這個身體 是 信靠耶穌做救主 信靠耶穌做救主 是的 當你發現癌症復發 是幾年 其實癌症復發 一年後就復發 即是幾年 幾多年 即是哪一年 94年 我想是95年中 OK 即是到現在已經是 94年7月開始有病 我95年12月左右 就復發了 一年度 OK 即是有十 十七年 如果計算起來 嗯 是 即是十七年 現在都沒有復發 沒有復發 好 感謝神 我自己都有去 每一年 雖然醫院是沒有跟進 即十年就停了 我自己都會有 一年一次檢查 每一次我都會檢查 個癌指數 那個癌指數是正常的 我很感謝神的創造 即是讓我們有免疫功能 我相信我自己的免疫功能 已經是回復正常的 所以很感恩 你現在祈禱會有甚麼經歷 其實我感覺神很真 所以我每天都會讀聖經 早晚都會託告 當我唱詩歌 去託告去靈修 去敬拜神的時候 那種平安 那種喜樂很輕散的感覺 是很開心 是 所以你都可以經歷得到 是 那你如果比較以前 當你拜神 信王大仙 是 這個 那個什麼 天道教的時候 當時那個感受 你有沒有印象 當時其實 都不覺得自己拜些甚麼 就是我就覺得 是要找一個神去保護自己 是 是 所以人是想尋找神 但是哪一個真神 其實是 當時不知道 其實是 求平安 那一刻就是 是 但其實是 有時都會有很多負面的思想 是 還有你說說 你那一日 進了醫院之後 你就 拜 這個 天道教 求他幫你 是 但反而那一日 你的樓 那一日 那一日 就 感覺 夜晚一刻 第二天就要做手術 那 其實那一刻 那一刻 那肚子 好像 我不知道 那種感覺 好像是有一些東西 穿了 但是最後做完手術 醫生都說 其實那樓是穿了 嗯哼 所以其實 拜了他 反而就 穿了 當時沒有 是吧 OK 好 感謝主 耶穌真的很真實 是吧 所以我們真的要跟從耶穌 耶穌真的是祝福的 認識真神 跟從真個神 OK 好 感謝主 讚美主 多謝耶穌